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李维 2014年,周深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用一首欢颜赢得三位导师的转身 杨坤更是毫不掩饰说道 我从事音乐那么多年,你这种声音真的太罕见了 这是一种跨越年龄、性别 你如果到我这组的话,你肯定会有很大的可能性 当时那音乐表示周深的声音比女生还要好听 三位导师争着抢她 最后周深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选择那音战队 在十六近四的比赛中,那音哽咽说道 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李维 现场除了那音的对不起外,还有观众的一声声呐喊 可依然改变不了周深被淘汰的结果 周深也因此成为该档节目的一难评 一时之间,那音社交账号评论区彻底沦陷 上万条还我深深,如果当时她不是选择那音战队 她会不会成为当年好声音的冠军呢 当年的周深根本没有想过要夺下冠军宝座 也不想一夜成名,她只是想通过这个舞台唱歌 毕竟这种机会对她来说并不多 在站上好声音这个舞台,周深挣扎了三年 因为声线的原因,年纪十三四岁的她就被周围的人嘲笑不男不女 跟她同年龄的男生变音,可她的声音依然尖尖细细 幸好,在高中那年,拿下校园歌唱比赛第一名才让她找到一点自信 机缘巧合之下,她发现在网络上唱歌 没有人会在乎她是男是女,也不会在乎她的身高多少 并给自己取名卡布乐 周深婉转动听的歌声吸引了不少粉丝 粉丝亲切称呼她为卡布女神 为了一读女神容颜,网友纷纷起哄 周深以为粉丝仅仅是喜欢自己的声音,并不在乎自己的容貌 不曾想,当周深的脸映在屏幕上 谩骂声随之而来,那一瞬间 周深仿佛回到小时候,面对众人的谩骂 她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男生女生是她的错吗?直到收到中国好声音导演的邀请 周深才重新找回信心,不曾想再次遭到那音的质疑 从好声音淘汰后,周深登上重返巅峰 陈小冬直言,如果当时她在现场 她肯定不会将周深淘汰 此话一出直接打脸那音 陈小冬随后更是化身预言家 说周深这样的声线非常适合为卡通片唱主题曲 《大鱼》作为周深的成名曲,歌曲从一发行就受到了无数好评 在整首歌曲中,周深空灵清澈的声音为我们再现了国曼大鱼海棠中 春,昆,角各自追寻,各自成全心爱之人的画面 周深声音音响就瞬间将人拉回到电影情节中 靠着该首歌曲,周深红遍大江南北 还先后获得亚洲新歌榜年度十大金曲 音乐风云年度最佳电影歌曲等多项大奖 她终于能在娱乐圈占据一喜之地 用她的话来说,一路上风风雨雨 走到现在,最缺的就是尊重,最不缺的就是嘲讽 周深能破茧重生 最需要感谢的就是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贵人高晓松 毕竟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见 当年周深因那应一句 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李维,无缘中国好声音宝座 在他最迷茫的时候,他遇到了高晓松 高晓松对周深极为欣赏 说他的声音介于同声和女声之间的谋声 高晓松和周深不是同一家公司 只因为欣赏,高晓松自掏腰包 花费三年的时间给周深量身打造第一张专辑《深的深》 众所周知 高晓松这一生不惜代价制作专辑只有两次 一次是为小科,另外一个就是朴树 而周深却是第三个幸运者 周深听说后直言不敢相信 为了不辜负伯乐的赏识 他能做的就是精益求精 为了录好一首歌 他在录音棚唱到声音嘶哑 高晓松看到后,都忍不住感慨道 年轻人,不要着急 慢慢来,也正因为这张专辑 周深在歌手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人们也开始忽视他的长相 在乎他的歌声 他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 靠着《大鱼》这首歌曲 他成为主题曲收割机 很多人都知道周深是唱《大鱼》火起来的 你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首歌曲是专门为王妃写的 可由于价格没弹拢 才让周深破茧成别 为了战胜心中的自卑 打破观众心中对他娘娘腔的印象 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2016年,蒙面唱将节目组为了吸引眼球 要求周深深穿女装 当时周深是非常抵触的 因为嗓音已经让自己备受质疑 如今在穿女装 他担心观众会越来越误会他 可他不想失去这次机会 挣扎一番后 周深深着长裙 脚踩9厘米的高跟鞋登上舞台 演唱《深奇白马》 优雅的嗓音唱进过去的自卑和他人的嘲笑 这一刻 他终于有勇气面对自己和所有人 拥有女生并不是自己的错 而是上天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随后越来越多的节目开始向他发出邀约 周深得到的肯定也越来越多 当年他曾因为嗓音备受质疑 如今他靠着这副天使吻过的嗓音勇猛直前 在歌手舞台上 一首达拉蹦跋让他直接封神 在该曲中他一人分饰五个角色 用五种不同的声线演绎不同的角色 抓二的高音美声 再加上烫嘴的歌词 超劲爆的旋律 瞬间嗨翻全场 更是让肖敬腾震惊的瞪大双眼 连连张大嘴 不少粉丝网友更是称一首歌听出了音乐剧的效果 该歌曲在某平台上播放量高达千万 冰雪奇缘主题曲Let it go 周深先后用英语 普通话 日语 俄语 波兰语 粤语 乌克兰语 法语 意大利与九种语言演唱了整首歌曲 就连大张伟都感慨到 周深却说道 幸好我没有一夜爆红 不然我的心态可能会非常差 我就是要熬 要等 要慢慢去习惯 2021年 周深登上春晚舞台 和著名女高音家张也合作灯火里的中国 她变幻莫测的魔音 让人入耳难忘 演出结束后 周深迫不及待拨通父母的电话 说爸爸妈妈 你们放心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自卑 电话那头的父母早已潇然泪下 如今的周深 用自己的歌声掩盖了外界 对他身材和长相的过度关注 凭借独特的嗓音赢得了尊重和认可 这一路走来有哭有泪 这中间的艰苦也只有自己知道 就算如此 他也会告诫那些心中有梦的人 去试试吧 没有去尝试过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优秀 周深的歌曲像一杯成年老酒 细细品味后你会发现 后劲很大 你喜欢周深哪一首歌曲呢